今天是Rentia Tuesday 所以我們今天很感謝現場 有11位非常辛苦的朋友幫我們 真的花了時間填了這個問卷 因為這個問卷有點長 所以填起來應該有點辛苦 所以非常感謝填了大家 大家如果對原始資料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看我們剛才 那個成果上面的連結 成果分析這邊呢我們有一份 問卷原始資料 如果你想要做一些交叉的 比對或是一些條件機率的統計的話 就可以歡迎拿去用 我們說到11個人裡面但其實這11個人 我覺得分布是蠻多元的 就是有一點出乎我 原本設定的群眾 所以其實來大宋的人的分布 其實是一個還蠻有趣的分布 首先第一個 大概是少數大家比較有共識 就是我們在問說你覺得租金的上限 就是你覺得租金的上限 應該和什麼東西有關係 那絕大部分的人 其實都會覺得呢會跟薪水 是成正比的這個大概還蠻合理的 我薪水多那我會想要那個 就是會想要K付多一點 那但是有 大概還是過半但沒有很多的人會覺得 雖然是按薪水成正比 但是其實他應該要一個上下限 就是我薪水真的很賺錢 我收入很多的時候他應該還是要一個上限 那收入太少的時候呢可能還是要一個下限 那我現在這邊講的就全部都只是那個單體的統計 都還沒有加入那個條件的交叉比對的部分 那再來就是一些大家其實分布起來蠻多餘的 我們以租屋經驗來看 其實我們如果用六年來切的話 大概剛好是個二半 就是六年以下的一半 然後六年以上的是一半 對然後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是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大家如果自己租房直接可以發現 其實雖然我們其實有蠻多 有超過有大概一半的人是住超過六年 但是其實呢大部分的人 他們在同一個空間停留的時間都不會太久 有一半的時間是三年以下 然後九成呢其實都住不到六年 對雖然所以其實在現在的環境裡面 我們要長租其實除了個人主觀的藝術之外 應該還有蠻多其他的客觀的條件是沒有辦法達到的 對那再來我們居住型態也分布很平均 這也蠻有趣的 就是我們那個固定室友的話 012剛好大概三分之一 對然後住過的房子 你從公寓到這種分租的雅房到套房 其實也都對分布的蠻平均的 就是其實也都沒有今天沒有特別挑人 但是大家做出來就是這個樣子 其實還蠻感謝大家的 然後再來是我們有詢問一些關於長租相關的問題 我這邊就挑了部分我覺得 比較有趣的結果出來給大家看 那第一個是當大家 當大家在講長租 我們這邊講是三年以上的這個租期的時候呢 其實大部分的人其實都會非常的同意 是我們今天我要長租的話 那我這個房子的品質是應該要更好更穩定的 對那今天我們要找到一個可以提供更長久 然後服務更好的房子的話 大家覺得那個成本應該要怎麼樣出呢 首先是呢 可以出錢 但是呢 不能出太多錢 這是第一個條件 對 那 可以看到這一題是說 我們如果付出高於市價50% 比如說 你如果是一間雅房 或是一間套房 那種八坪的空間的話 會增加四千塊 那可以看到 有接近一半的人是不同意的 在其他相關的問題裡面 其實只有這一題是有很強烈的一個不同意的反應 對 但我們如果 後面這個也蠻有趣 是如果我們問說 那如果今天我們不是用花錢的方式 我們今天是 你需要付出額外的行李 比如說你需要參與付出一些 比如說寫作 或是大家一起學一些東西 處理一些問題的話 用來提升居住品質 但是 藉此我們可以維持這個房租 甚至降低它 那其實 大部分的人是 會同意這個觀點 對 那 最後的話是可以簡單看一下大家的分部 因為其實今天來 我們有天問卷的人 大概都是 20到40歲 這一個年齡區段的人 那 那 欸有有有有 哈哈 我是說大部分 那 那等一下你想要 提供你的意見 我們等一下後面還是會有 那個問卷0級 可以來 讓它更多元一點 對不對 那 那 那在這邊的話 這邊的話 就是可以看到其實 大家的收入其實也是 那個收入的分布也是蠻 多元的 那對於預期 那個未來的收入的變化其實 有一部分是會覺得穩定向上 那其實也有接近一半的人 其實是會覺得 其實還 對自己的生涯規劃 或是收入的預期是 還不太確定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 今天 我這邊都是單體的分級 但其實我可以看到的是 我們還有另外一題是在 講 那個 你今天 今天對你來說 你碰到的居租問題 其實我發現很多其實是和 你的收入 然後還有以及 我今天可以 可以付出多少房租 是有非常大的關係的 但是我們有一題在問說 欸那 你自己有曾經碰過哪一些 就是讓你無法續租的原因 比如說什麼 碰到那個不好的 或者室友啊 碰到不好的房東等等 等等 那這些我會發現其實 很多這種 我 就我們大概問了六七個 這一類的問題吧 那 這些問題呢 碰到非常多的這些人 通常是因為 比如說我的收入比較少 或者是我 可以付出的那個 負擔的租金也很少低 就是今天越低的人 其實那一個 我覺得那一個出來的 相關的程度 是非常非常明顯的 對 那如果我們再回到 前面的剛剛這些問題的話 其實 今天租屋問題 其實我們在 解決 你說今天一個年收入 可能三十萬到六十萬 這個範圍的人 他並不是在公部門裡面 定義的是弱勢的租群 對 但是其實 JPM反而在現在的租屋市場裡面 是非常弱勢 因為我今天很難用我的薪水 找到一個合理的 然後長期的租屋的服務 對 所以這算是我今天目前為止 一點簡單的心得 但當然裡面 如果我們再去看JOTA分析的話 可能會有其他的發現 對 那後面這邊廣告一下 就如果你還有想要填問卷的話 我們問卷現在還開著 所以 可以掃QR Code 或是呢可以填這個網季 那 如果今天想要關注 或是想要參與 我們相關的討論的話呢 我們 就全部都是在G0V的 Slack上面 有一個群組叫做Rentia R-E-N-T-E-A 對 那我們下一次的小聚 是在8月4號 我們的小聚 是每個月的第一週 和第三週的禮拜二 然後都在台北 對 是一個實體的小聚 所以 有興趣的話就來Rentia 那我們有相關的活動 或是討論 或是資訊 就會全部都放在Slack上面 對 好 那以上 謝謝大家